提到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张艺兴张若云必须榜上有名 两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就是偶像剧情节照进现实一般 如果仅凭网上营销后的说辞 或者网友们的评价 也许不是那么可信 但他们的感情是无数圈内人都忍不住羡慕且证实过的 所以证明两人的感情是多么美好坚固了 但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两位 而是其中一位的父亲张健 张健的感情故事在娱乐圈 花心导演可能真的不在少数 而张健也是其中一位 张健的第一代婚姻是与自己小九岁的圈外女孩黄明结婚 并顺利拥有了儿子张若云 张健的父亲是著名地质学家 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家庭 本以为张健在和妻子结婚并拥有孩子后 会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但似乎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身为导演的张健 必然会接触到不少年轻漂亮的女人 1993年张健在剧组认识了刘备 当时刘备年轻漂亮 张健虽然是已婚人士 也忍不住地喜欢 于是开始主动地追求刘备 也许当时刘备确实年轻 抵挡不住张健不断地嗜好追求 两人最终在一起了 和刘备在一起后 张健主动地和妻子黄明摊牌 表示不想继续这段婚姻 黄明那边看张健如此坚决的态度 也没有过多的纠结 便结束了这段婚姻 这样看来 张健和刘备也就顺利成婚了 但也许张健自己不顾自己 已婚身份转头爱向别人 并与其成婚 刘备在和张健结婚几年后 又爱上了另一位导演张黎 两人还是以离婚收场 不过刘备在嫁给张黎后 过得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幸福 虽然她为张黎生下来一个孩子 但张黎也是个导演 免不了会接触到 许多优秀漂亮的女演员 所以刘备为了家庭减少了工作 把心思投入到家庭中时 张黎和宋家却又传出了绯闻 无奈之下 刘备又和张黎已离婚收场 不久之后 张健又转头找上了刘备 两人居然又复婚了 而且刘备还带上了 自己和别人的儿子 在两人复婚后 张健对刘备的儿子很好 几乎视如己出 本以为两人在各自都经历了离婚后 对这次时而复得的婚姻会更加珍惜 更好地去经营这段感情 没想到几年之后 两人再次离婚 难道成年人的感情都是这么儿戏的吗 但经历了这些的张健 并没有收敛自己花心的性格 后来又娶了一位90后姑娘 可这比自己的儿子张若云还小 但她可不管这些 只在乎自己喜不喜欢 这只能说张健的感情经历 真的是丰富多彩 张健和儿子张若云的故事 不管在娱乐圈还是现实普通人之中 都有不少孩子和父母关系不好的例子 张健和张若云就是其中一例 张若云和唐一新那令无数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得到了多少人的祝福 却难得到张若云父亲的祝福 当初他们的婚礼还特意选在了 不能离婚的国家爱尔兰举行 婚礼上不少娱乐圈的明星出席 为他们祝他们幸福 伴郎和伴娘团的阵容也是不容小觑 有马思纯 景博然 李沁等一众明星助阵 而且婚礼的场地在爱尔兰的一个庄园 两人那天就真的如同童话故事中的 王子和公主般在最美的地方 确定了这一生中最爱的那个人 但张若云的父亲却并没有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 前面说到张健那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 不出席婚礼似乎也并不意外 不过不出席儿子的婚礼更大的可能性 也许不仅是张健自身那丰富的感情室 更是他们父子本身的感情不合 张若云是张健第一任妻子所生 但在他三岁时 张健就坚决地和张若云的母亲离婚了 虽然张健争得了儿子的抚养权 可他真的没有尽到自己父亲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他直接把张若云交给爷爷奶奶 自己在外似乎是忙于事业 但事实上心思也并没有权在事业上 更多的还是用在了处理感情上 即便张健常年对儿子不管不问 张若云心里还是爱着这个亲生父亲 而张健也许是看到了自己儿子精致的长相 和带着天赋的演技 身为导演的他开始发掘自己儿子的价值 在张若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他出演了不少张健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 且几乎都是主演 担负着重要作用 这样看起来便利很多 但质疑一声也不免多了起来 大家开始说张若云是新二代 没有实力 靠着拍自己父亲的作品不值得提倡 张若云在参加节目时也说 这样可能会把路越走越死 于是他很有主见地跳出舒适圈 开始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张若云打破质疑 用一部部作品 比如《麻雀》《无心法师》等 让观众们相信他靠自己 也能拥有一番天地 而张健在没有儿子的家时候 事业却急转直下 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 他居然瞒着儿子偷偷模仿他的自己 把正在事业高峰期的儿子 以两亿的价格建卖给了华策影视 但这些张若云本身都毫不知情 直到华策一直诉状将他送上法庭 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居然会干出这样的事 换作是谁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欺瞒 在张若云和唐一新的婚礼上 父亲张健没有出席送上祝福 反而在婚礼后送来这样的大礼 虎毒还不识子 张健这做法真的让人感到犯恨 同时也是真的心疼张若云啊 张健这毫不心疼儿子的做法 也就别怪张若云将他告上法庭 本是血脉相连的亲父子 最后只能当庭对质 所以张若云的婚礼没有父亲的祝福 或许也是放过双方吧 这关系闹成这样的确很难开开心心 毫无负担地祝福对方 即便没有父亲的祝福 张若云夫妇的婚礼也是完美圆满的 幸好张若云没有继承张健的花心 对待感情始终深情专一 就这一点也许他就比张健更值得拥有幸福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张若云密室逃脱背下 立马机智地躲进洗衣机里 黄勇笑不活了 如今张若云也开始放飞自我 充分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自身携带的笑点 也让网友们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 此次张若云作为嘉宾出席 密室大逃脱 本以为作为硬汉的张若云会啥都不怕 但没想到却闹了个大笑话 之前按张若云曾发誓再也不去了 张若云居然又去密室大逃脱了 之前发誓不去的人 却没想到自己都忘了自己说的啥了 对大侦探唯一要求都是不能吓唬她的张若云 就是胆子炼出来了吗 还是有刘浩然这个护着她的坦克 有恃无恐 张若云是不记得当年蜷缩在刘浩然怀里的自己了吗 而且在这次密室大逃脱的预告中 张若云本人直接闹了个笑话 甚至还立马登上了热搜 家人们笑不活了 密室大逃脱最新一期中预告中 张若云被NPC吓得慌不择路 直接一头钻进洗衣机中 还拿着搓衣板防身 目光呆滞 张哥魂都直接被吓飞了 还有对着空气伸手说 你好是怎么个意思 不是说好这期勇气担当吗 正片快来啊 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 太精彩了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笑不活了 重燃蜜桃信心 走了彭于唱来了张若云 挺好玩的 太喜欢这些可爱的嘉宾了 张若云胆子和彭于唱胆子谁大一点 不过看到张若云这么开心 网友们还是挺欣慰的 其实张若云一直活得挺压抑的 从踏入娱乐圈开始 张若云身上就被印上了新二代的符号 所以从拍戏的第一天起 张若云就想得很清楚 只有努力才能让争议减少 为了不让拼爹这个标签一直跟着他 张若云几乎在用生命演好每个角色 而父母离异所导致的亲情缺失 让张若云成为了一个性格内向 甚至有点孤僻的人 但好在爷爷奶奶的关爱 又让他学会了如何去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他一边跟爷爷学习知书打理 一边跟奶奶学做柴米油盐 不过张若云的努力终于被看见了 他再也不是那个依靠父亲的男生了 他的实力被所有人所认可了 而且自打碰见唐一新之后 张若云整个人没有以前的孤僻了 特别是近几年结婚之后 参加综艺也自带不少喜感 如此开心快乐的张若云 网友们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从刚出道就被吐槽戒爹上位 到之后独自打拼又经历各种窘况 但张若云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在魔力和喜恋中 张若云终于在完美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 找到了一条融通之路 他也逐渐明白理想与现实的交融 远比硬汉的二元对立要更加的复杂和必要 于是现在的他终于不用活在父亲的影子里 同时他也凭借自身的努力 坚定地印证了那句 寻此苦礼 以达天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